第一题 Bobby cared a lot about his blank at home and asked his parents not to go through his things without his permission 好 我们来看这一题 好 一开始呢 他的主词呢 是Bobby cared a lot about 好 我们先看这个片语 英文念成cared about 那care about 片语的意思呢 就是在乎的意思 所以他说呢 Bobby呢 非常的在乎 a lot 就是very much 的意思 他非常的在乎呢 他的什么东西at home 在家里面的什么东西 and asked his parents not to go through his things 好 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个动词叫做ask 那我们通常说呢 要求受词后面通常会接一个不定词 要求什么人或什么事情去做什么事 那如果呢 不要的话就是ask 后面再加上受词 再加上一个否定 not to 也是一样接原型动词 所以呢 他要求他的父亲呢 父母亲呢 不要去go through his things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片语 这个片语呢 英文念成go through go through这个片语的意思呢 其实蛮多意思 那可以当作一个极物动词 go through 后面不接任何的受词 那他的意思就是获得正式的认可 或者是批准 他如果go through 后面呢 也可以接受词 那么这个go through 这个片语 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极物动词来看 那他中文的意思呢 我们翻成仔细查看 仔细检查 那这边呢 通常呢 父母亲呢 会关心小孩子 有时候呢 我去看看他的书包 放在他的桌子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这个动作 我们英文就念成go through 但是呢 Bobby呢 他不希望他的父母亲呢 去乱翻乱动他的东西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 without his permission 那我们知道without这个解析词的意思 就是没有的意思 好 所以没有他的permission 我们看看这个字 permission这个字呢 它当作名词 中文的意思我们翻成允许许可 或者是同意 他的动词呢 就是念成permit 注意哦 他这个字可以是动词跟名词 但是他们的重音是不一样的 当作动词是念permit 中音节在mit这个音节 当作名词叫做许可证 执照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他的中音节 在第一个音节我们念成permit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四个选项 好 第二个选项呢 念成discipline 好 那discipline这个字的意思呢 就是承介 或者是纪律当名词的时候呢 它的意思就是纪律或者是封计 好 接下来第二个就是facility 那facility呢 它可以当作所谓的设备或者是设施工具等等 第三个privacy这个字呢 就是隐私权的意思 好 那隐私权这个字呢 它其实是从private这个形容词来的 那private这个字呢 原本的意思呢 是私人的 私利的 或者是民间的 所以我们说私效 英文就念成private school 好 那private这个字呢 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另外一个常见的片语 就是在private的前面呢 加上一个介细词in 英文念成inprivate 那inprivate这个片语的意思 其实就是等于privatly的意思 也就是所谓它的副词 就是私底下的意思 好 那么最后一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呢 就是representation 我们看这个字呢 当作名词 它的意思我们中文翻成代表或者是代理 那这个字呢 它其实是从represent这个字来的 那represent这个字本身呢 就是当作象征表示的意思 好 所以呢 我们回到呢 我们的题目 我们大概呢 从它的意思里面就知道呢 它非常的在乎它的privacy隐私权 它非常在乎它的隐私权 希望呢 它爸爸妈妈呢 在没有它同意的情况之下呢 去乱翻它的东西 好 所以我们这里答案呢 选择c privacy隐私权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